恭喜,韩贴身主播搭档闪架相亲密的传产上班族中天主播陈燕莹婚纱照。 中天提供,记者钟志凯,台北报道中天新闻主播群2020年好事连连,继主播张雅婷宣告甜蜜嫁做人妇后,主播陈燕莹也传出好消息,即将在本月中旬举办婚礼,完成终身大事。 陈燕莹为中天新闻招牌政论节目大政治大爆挂主持阵容之一,过去曾是韩国瑜贴身主播王佑正的代班搭档,适逢总统大选热战中,同时间还得筹备婚礼,搬新房,让。 她蜡烛多头烧,还好未来老公非常体贴,几乎一手包办大小事物,陈燕莹笑说,就是哪些日子一定要到的,她跟我说,我会空出来,其他的时间真的都在忙工作。 中天主播陈燕莹,佐,与老公婚纱照。 中天提供,中天主播陈燕莹婚纱照。 中天提供,陈燕莹透露,另一半在传产业工作,是上班族,两人是经由长辈介绍认识,就是相亲啦。 人真的不能铁齿,我以前说我最不能接受相亲,觉得没结婚也没关系,坦言一开始出席。 是想给长辈面子,当作认识个朋友,笑称当时对未婚夫的第一印象,真的,不怎么样,是在相处过后才渐渐认定彼此,在长辈们积极的push之下,两个人交往半年后就决定共度一生。 中天主播陈燕莹,左,是韩国瑜贴身主播王佑正的搭档。 中天提供,两人认识的时间点,刚好在大选前最忙碌的2019年,陈燕莹工作满档,休假不顾定外,更经常被 公司靠回上班,出外景,两人几乎没有时间能好好约会,他透露未婚夫也被他的工作吓到,他说他现在才知道原来主播这么辛苦,跟想象中的一点都不一样。 但陈燕莹表示另一半很少看他播报,他不太看电视新闻,在一起前根本没看过我播新闻,还说第一次见面时,很像在接受主播访问。 道士未来婆婆比较关心国家大事,她会看我主持,有时候也会叮咛我气色不好,要多休息,就像我妈妈一样。 生子计划希望能顺其自然。 已经加好友了,谢谢欢迎加入自由娱乐按个赞心情好已经按赞了,谢谢。 相关新闻,婆妈杀手南下变人形力排粉丝金剑掌不一样了名嘴无所不知,主播尴尬解密幕后真相定期定额升级版,投资基金更弹性看看大家怎么用,影音被肌肉猛难请喝茶女主播乐作国民外交俏丽主播搭怪手闯泥流风灾吹出暧昧情。